而在科技教育的部分 花铃县政府教育处智慧教育中心 28号下午是举办了 FilesLive AI模型训练软体捐赠发表会 由科技公司捐赠并无偿授权 共502套该软体给县内相关单位实生使用 为县内未来的人才奠定良好的基础 在校园导入AI智慧科技 逐渐成为未来职压发展和产业趋势整合的一环 花铃县智慧教育中心吸手智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8日下午举办FilesLab AI模型训练软体捐赠发表会 将以AI图像辨识为导向的专业辨识软体 捐赠并无偿授权502套给县内相关教育单位师生使用 提升花铃整体的科技软实力 智慧城市或智慧医疗或者智慧农业 以前都是少数人锻炼人来架设 但是在AI的这方面 应该是每个人有不同头脑 每个人都应该会AI 所以我们这次在推动的是希望每个人都一起来架设 花脸的所有的智慧农业 智慧医疗或者智慧城市都参与其中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的整个智慧人体就会提升 然后我们公司开发这一套就是希望 我们以前要学AI 但觉得非常困难 比我非常遥远 所以我们要让他不用学程式语言 不用学这些神经网络 你就能学习 我更希望智慧教育让孩子能可以不断的 不断的学习和运用 而我想大数据和AI 人工智慧辨识的这个结合之后 如果再到AIoT AI加IoT 我们到物联网 我们这是一个串点 未来我们能够怎么样跟师太合作 或者在学术界也跟我们台课大来合作 我想我非常非常多可以讨论合作的空间 比如说像我们南部有一些玉米的西瓜田 我学生只要学会这套软体应用 然后再搭配城市的一些写法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很快速的算出 我西瓜田里面有多少个西瓜 类似这种只要跟橱像辨识 或者是我学生想要做一些 影像辨识系统 比如说商品自动结浪系统 或者是人脸辨识系统 这些都可以 只要这个技术部分被克服的话 包含花岗国中、海清高中、花蓮高工、四维高中、慈济高中、上腾工商、花蓮等校共同受证 期盼未来能将软体应用于农业、保健等领域 实现如计算瓜田产量、产地咖啡豆等大数据分析 为花蓮培育智慧科技产业发展所需的人才资源奠定良好的基础 记者长方夜华林士报导 我那边听来ون försö们在小月联系统 集业方人这样翻译 爹环 ре効